在我手里是两台工作站 这台大的就是搭载了4张GPU 主打的是高性价比的AI算力 底下还有4个外向的真正意义上的移动工作站 这台稍微小一点的配备的是2张GPU 专注生产力的提升 适合创意设计和专业软件加速 至于太阳的品牌 把这个logo贴上大家就能看出来 这可不是整活 而是英特尔工作站企业链再售的真工作站 看到今天视频发布的时间点 大家也想到了 英特尔就是想通过这个视频促销这两台工作站 那既然是促销 英特尔也在这个售价上给了一些额外的促销政策 比如每满一万减一千的优惠券 叠加正品大礼包 里面有iWatch S10 双肩背包 京东e卡等等 相当于在9折的基础上再做了一个折上折 那广告也打完了 我们就开始办正事 看看这两台工作站 到底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生产力提升 那这台大的工作站呢 我们量了一下尺寸 262乘700乘581 那在这个配置下的重量呢 接近30.3公斤 所以呢 为了便于移动 在工作站的下方安装了四个外响轮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材质以及它机箱的设计 镀星钢板的材质 是用来抗压 抗电池干扰的 而且呢 它的厚度是1.2毫米 比普通的机箱呢 要厚50% 为了便于散热采用的是 塞向立体风道散热 除了底部没有设计风扇 上前后都安装了大功率的风扇 前置三个140毫米的进风扇 那顶部呢 还有三个120毫米的粗风扇 后面呢 还有一个90毫米的涡轮扇 而且机箱的四周呢 基本上都是布满了这种散热孔 还可以利用室温散热 反正一切有利于散热的buff 都给它叠满 走路呢 都是带风的 那既然大家看到了这个自强W标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迹象内部啊 这个还是很好拆卸了 那英特尔挑选的主板呢 是捷威的P15 SWN 那这个主板呢 除了支持W2400跟W3400的CPU之外呢 还有一个隐藏的属性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超频的工作站级的主板 让工作站呢具备一键内存超频的能力 5600的内存直接可以超频到6800加 不仅增加了可观性 而且呢 对主板的用料呢 也是比较考究的 这也是英特尔考虑它的主要因素之一 那这个促销机器里面呢 采用的是一颗第四代的W-3435X的CPU 16核心 32线程 基础频率3.1赫兹 最高频率4.7赫兹 那这么说呢 大家可能无感 它对比消费级的i9-13900K 多线程的性能提升了40% 对比数据中心级的自强CPU 单线程的性能提升了15% 非常适用于专业软件 单核优化的场景 我们之前也提过 英特尔自强W系列处理器 是英特尔面向高性能工作站 和专业级计算场景推出的处理器产品线 那定位呢 就是介于消费级酷睿处理器 和数据中心级自强可扩展处理器之间 相当于舍弃了多路扩展功能的 数据中心级的CPU 那更侧重于是单路高性能计算 和专业软件优化 当然呢 价格也是介于消费级和数据中心级之间的 所以呢 大家看这个主板 通常都是单CPU的设计 那这个主板呢 自带是8根DDR5的内存槽 那整机呢 最大是支持2T的内存 那大家看到这里面已经插满了 用的是8根DDR532G的内存 那整机呢 也就是256G的内存 那这几年 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 我好像就没有看到 16G32G的服务器跟工作站了 现在动不动就是几百G的内存 那在存储上呢 主板上呢 有三个M2的插槽 但是呢 它还是有差别的 这两个M2的接口呢 是直连CPU的 我们目前安装的是两根1TB的990Pro 那用来安装操作系统 那这个硬盘呢 我们在之前测试过 读取的速度呢 可以到7G每秒 那写入的速度呢 接近5G每秒 那NMB的硬盘呢 无论是系统的响应速度 还是模型的加载速度 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 那这个M2的接口呢 稍微有点点区别 它采用的是PCH的连接 带宽呢 越低于CPU直连的接口 所以呢 放到这里呢 就是为了后续的扩容做准备的 那除了M2的NVMe插槽之外呢 主板上还预留了八个SATA接口 以及两个Slimline的接口 用来连接SATA硬盘 那这个硬盘的安装位置呢 工作站的下方 以及侧面都有预留 整机呢 是可以安装12块3.5寸的机器硬盘 如果加上侧面的3块 也就是整机可以安装15块硬盘 那如果配满24T硬盘的话 还可以再扩容个300T左右的空间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工作站是没有配备专用的硬件锐带卡的 那这些硬盘呢 都是可以通过英特尔的VROC的技术做RAID的 不过VROC的密钥呢 是要单独花钱的 你们要买这个机器的时候 可以问问英特尔的小伙伴 能不能单独的送一个 那给英特尔呢 也画个笔 注意一下 VROC的标准版是支持RAID 010 那如果要支持RAID 5的话呢 是需要购买高级版的 那工作站呢 不同于服务器 扩展性呢 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呢 它板载的接口就有很多了 毕竟是多用途的设计 又是固定的接口 VGA 9帧的串口 7个USB的接口 其中有5个是3.2的 2个USB 2.0 一个Type-C的接口 6个音频接口 那网络上呢 有两个万兆网口 一个IPMI的管理接口 当然了 这个主板是支持WiFi的 内部呢 它还预留了一个M2的WiFi的接口 那这个UID的定位指示灯 在这么大个的机器上 就显得有那么一丢丢的多余了 那这个工作站呢 搭配的是一个1600W的80PLUS认证的 全模组高能效电源 那旁边呢 还给你预留了一个冗余的位置 那按照前面的CPU啊 硬盘啊 内存呢 也不需要消耗这么大的功耗 那如果是这个配置的话 当然也不需要那么多钱 所以呢 这次的促销呢 重点呢 就在这里 还包含了四张英特尔的GPU 瑞算A770 英特尔的GPU呢 大家用的少 那这个GPU的性价比呢 还是非常高的 16G的显存 而且呢 还有个黑科技 支持Deep Link交火 两张卡 可以合并成32G的显存 四张卡 直接叠出64G 那卡与卡之间呢 是不需要桥接器连接的 这也是最近很多人购买它的原因 那主板上呢 虽然有七个PCA的插槽 那最多支持四张双块的GPU 所以呢 我们这台GPU也算是插满了 那这个工作站呢 在英特尔的旗舰店里面 实际上多了一个服务 由于整机的显存的限制 他们预装了Deep-sick32B的环境 给大家看一个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标签 把这些用户名啊 密码都写在上面 所以呢 我们称它为英特尔的AI体机 也是没错的 当然英特尔的小伙伴跟我们沟通 这个配置也是英特尔 精挑细选出来跑32B模型 最合适的配置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计划做两项测试 那第一个呢 就是测试A770单卡的性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配置下 跑32B模型的性能情况 也顺便给大家说一说 英特尔的GPU 跑模型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 当然了 如果条件允许 我还想看一下这台工作站超频厚的工作表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台 也就是这个主打生产力工具的工作站 那外观呢 以及散热的设计 跟刚才那台不能说一毛一样吧 只能说异曲同工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部啊 它的拆写也很方便 就是采用这种卡扣式的设计 那这台呢 采用的是滑行的主板 搭配的CPU呢 是一颗W72495X的CPU 24核心 48线程 那基础的频率呢 是2.5GHz 那最高的频率呢 是4.8GHz 那内存方面呢 依旧是8张32G的DDR5的内存 也是256G内存 那这个工作站呢 在存储方面呢 就比较简单一些了 但是在主板上呢 它一共有4个M2的插槽 都是PCIe 5.0X4的 那比刚才那个呢 还多了一个M2的硬盘位 我们安装了一块1TB的990 Pro 那下面呢 只有两个3.5寸的硬盘托架 我们安装了一个16T的机械硬盘 用来做术语盘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容量不够的话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硬盘的品牌 来补充容量 毕竟那兼容性的问题呢 Intel已经替你们都测试完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 它固定的接口 它取消了IPMI的管理接口 那这两个网口呢 一个是2.5GHz的 一个是万兆的 算是考虑到了素材全数方面 对带宽的要求 那在PCIe插槽方面呢 有4个PCIe 5.0X16插槽 一个PCIe 4.0X16 但是整机最多是支持两张 双宽的GPU 那搭配的GPU呢 也算是最近的香饽饽了 英伟达的5880 ADA 那是基于ADA Noverless架构的 单卡呢 是48G的显存 整机是96G的显存 58880 ADA的详细配置呢 我已经放在这里了 有需要的话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 那一句话总结 这个5880 ADA呢 一款专门为中国市场 量身定制 符合美国最新出口规则的 显卡 性能与性价比 介于RTX6000 ADA 和RTX5000 ADA之间 也算是目前能够买到的 显存最大的PCIe GPU之一了 那48G大显存 带来的优势呢 就是它可以支持 更大的3D模型 更复杂的AI模型 甚至8K的视频剪辑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准备看一下 这两台的噪音水平 是不是能够放在 办公室里面使用 那顺便提一句啊 那这两个机器呢 都是支持水冷散热的 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问一下 英特尔的小伙伴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分工了 那给技术小伙伴呢 老规矩啊 就是你们看好这个视频了 你负责这台大的设备 安装操作系统 以及DeepSync的测试环境 需要详细的测试 32B模型下 不同的上下纹的长度 输出Token的吞吐量 首次Token的生成时间 单Token的生成时间 还有并发数 那英特尔的GPU呢 跑模型的机会难得 好好把握 那后期的小伙伴 你注意了 你把后期那些卡顿的工程文件 都放在这台工作站里面 跑一下 什么8K 12K都给我整上去 平面了3D啊 都搞一搞 误求尽算尽美 无视角 那经过几天的测试 在这台搭配英特尔GPU的工作站上 在不同的上下纹长度下的并发测试 128到1024上下纹中 在单一的并发情况下 模型的Token生成数量 达到了24个每秒 平均首Token的实验为0.2秒 那性能表现良好 那随着并发数的增加到32 平均的Token的生成速度 也有13个 那首Token的实验呢 都在2秒以内 但当并发增加到64时 Token的生成数据增长停止 首Token的实验飙升到了40秒 增加了23倍 这就表明系统基本上已经到了处理的瓶颈 所以在小的上线文场景下 32并发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值 满足大几十个人团队使用 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在超长上线文的设计中呢 就从首Token的实验这一项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 并发控制在8个以内 是比较合理的 那这个场景呢 比较适合一个不太大的团队 或者是个人使用 比如学术研究 长篇内容创作 这些对并发要求不高的场景 但又需要处理大量的文本 在这台搭配5880 ADA的工作站上呢 我们模拟的不同分辨率下的工程文件的处理时间 并做了汇总 还对单卡以及双卡的进行对比 还有跟我们目前后期小伙伴的工作站 也做了一个对比 用Blender渲染一个8K的图片 在我们的剪辑的小伙伴上呢 需要用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用这台工作站呢 只需要8分22秒 提升了20倍的性能 在这个测试中 看到的渲染效果比较好 就是因为5880 ADA搭载的RT光追核心功不可没 Blender渲染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大家觉得双GPU渲染比单卡会高多少呢 我们实际对比测试发现了 大概在1.7倍 而不是双倍的性能提升 那在单GPU上渲染呢 需要14分12秒 而双GPU呢 只需要8分22秒 节省了时间的大约在6分钟左右 那双GPU的并性效率提升的是 69.7% 那在达芬奇的调查上 12个4K的视频 总耗时呢 是2分45秒 而剪辑小伙伴的工作站呢 总耗时是3分31秒 那相比之下呢 提升有21% 差距呢 不算太大 但是在Sony的Works 我们加载了2270个零件 那总耗时呢 只有13秒 那不知道这个成绩算不算优秀呢 那我们也对这两颗自强W系列CPU 做了单独的测试 在CPU-Z的测试中 W7-2495X 那单线程呢 是672 多线程是19351 而W5-3435X呢 单线程是654.8 而多线程呢 是13310 在Sonybench 2024的测试中呢 W7-2495X的单核是86分 多核是2122分 W335X单核82分 多核1743分 那整机的综合测试中呢 由于搭载了580ADA 加上自强W7的CPU 在PCMark10跑分就更胜一筹 5570分 而娱乐大师呢 有313694分 那基于Intel GPU的PCMark10的综合得分呢 在4823分 那娱乐大师呢 测试报错 罢工了 那做这些测试呢 希望大家不要只关注GPU算力 在一些需要异构算力的专业领域 就比如仿真CAE 既要考虑GPU的实时算认能力 也要结合CPU的逻辑控制 以及多任务调度的能力 那这时候呢 自强W系列CPU的特性 以及性能 就能很好的展示出来 当然 也有稳定性的考虑 这也是为什么 在专业领域里面 往往都首选工作站 而非普通的桌面台式机 那我们测试这两款工作站后的感受呢 就是Intel官方的工作站的核心的竞争力 其实在于省心和合规 那从硬件选行 到软件的预装 都经过了Intel的官方的验证 那省去了自行传机的调试成本 那特别适合 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企业采购 那你买到的不仅仅是硬件 也还有服务 等于从塞热到显存 从系统预装到售后支持 全流程Intel都在提笔踩坑 那这两个一体机的出现呢 也算是头一次看到Intel直接下场 面对终端消费者提供这种售后服务 当然了 你如果要追求极致的算力性亚比 你是可以参考和学习Intel的选品思路的 智强W的CPU加大显存的GPU加高效的散热 兼顾兼容性和稳定性 那么你觉得工作站最不可或缺的配置是什么呢 也可以在评定区我们讨论一下 好的 祝大家买到新一点产品 优惠多多 我们下期见 拜拜